您投诉中天新闻来处理 台北市呢有一位先生他买了一辆新车 那时候还没有交车之前呢 他有一天心血来潮就跑去很兴奋要看他的新车 结果发现生锈了 车商承诺要换新的零件给他 结果呢却是用砂轮机去磨掉 刘生生气炸了向中天新闻来投诉 才刚订好的新车底盘竟然有生锈 车主刘先生要求处理 事后却直接只是用杀人机来磨除 让车主看了一肚子火 因为当初车闯答应要换新的零件给他 那生锈这么严重 可是他们却是用研磨或是 其他出招的方式做处理 那我是买新车 可是我却不是买到新车的品质 那我觉得他们对我是反而是欺骗 我对于这一点我是比较不能接受 刘先生越讲越气 十月底他花了75万元 订购一辆今年才出厂的知名国产黑色休旅车 却在交车前发现 车子底盘轮框方向盘基柱 甚至是刹车系统的碟盘 通通都有生锈 让他怀疑这是库存车要求换新 我只是说希望说帮我车子处理掉 帮我换新车 可是你们都没有一个回复的答案 每次一直问我说我能做什么 我能做什么 可是你回复回答我说 你要帮我生锈的零件换新 可是你也没做到 那个是锈盘是非常浅的锈盘 那个是正常的氧化现象 只要每次部车已经领排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同意更换车的要求 这是正常现象吗 其他车商认为一年之内出厂的新车都不应该有生锈状况 如果有车商应该负责换新或维修好 对此消保官表示因为瑕疵造成消费者损害就要负担赔偿 根据汽车买卖定型化契约理规定 在约定交车后几日内 有发生行驶中突然熄火故障 刹车失灵 排挡时发生暴冲等六种状况都属于重大瑕疵 消费者可以要求车商解约或是换车 也要提醒消费者在交车时务必仔细检查 才能保障自己的权益